根據Crosstown LA的一份新報告 過去一年中洛杉磯的租金下降了3% 是加州所有主要城市中下降幅度最大的 目前洛杉磯一居室公寓的中位租金为每月$1,872 两居室公寓为每月$2,388 相比之下这两个户型在全国范围的中位租金 分别为$1,233和$1,389 洛杉磯的租金下降速度超过San Diego和三藩市 这两个城市的租金分别下降了2.5%和2% 而纽约市、芝加哥和费城等城市的租金均有所上升 研究员表示 新冠疫情初期延迟的建设项目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完成 为市场提供了大量新的住房选择 此外居民重返洛杉磯市中心的热潮已经冷却 更多的住房选择 以及寻求入住这些新居所的人数减少 使得房东没太多机会提高租金 天红博士记者编辑报导